文昌帝君圣诞千秋是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 文昌帝君又被称作为文昌子童帝君 不只保佑勤学向上星星学址 公职的考生或是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 都会向他祈求文运 他是道教与民间信仰掌握入籍 就是考试跟公民的一位神明乃 在很多学生在学测大考期间 都会特别带准考证到德大庙 向文昌帝君参拜祈福 希望可以保佑自己的考运好一点 随便才随便中 让自己金榜提名 相信很多人毕业之后就不大拜文昌帝君 但是其实文昌帝君不只保佑学生 也保佑文人跟公务员 因为文昌帝君其实的掌管的仕途升迁 但是其实需要创意跟想法行业 其实也很适合拜文昌帝君 比如说你是网红 你要拍片没有思绪 你是音乐人 但是你想创作也没有想法 很多公司的小编 不知道怎么写文案 都可以拜文昌帝君 而拜文昌帝君 除了水果饼干以外 还可以拜一些好灶头的食物 如青葱芹菜蒜头 寓意聪明清快汉会蒜 钻圆高跟发盖 取这个发跟高升的意思 包子粽子包种茶 这学生最爱拜代表包种 沙油橄榄油取之于加油的一个意思 祖笋就是笋的意思 那矿泉水的寓意就是文师全勇 按照你需要的好灶头去拜就对了 更重要是自己满满的诚意 文昌帝君圣诞不要忘记去注释哦 关注陈群玉老师 让此刻保持好运势哦